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 我是老汤 欧俄两军在巴赫姆特南部小镇 克里斯基夫卡展开激烈攻防 就在乌克兰收复安德里伊夫卡之后 反攻部队开始缩小战线 继续北上再下一程 赶走了驻守在克里斯基夫卡的俄军 乌克兰东部集团军宣称 俄军已经撤离位在克里斯基夫卡 东北部铁路沿线的阵地 而且在第80空降旅 和国家警察柳特突击旅的核位下 攻占了附近一座高地 取得战略优势 这也是最近一个星期以来 乌克兰在东部战线上 所取得的第二个重大进展 对于这次战役 俄罗斯官方并没有任何回应 反倒是俄罗斯著名的军事部落客 频频发布最新消息 侧面证实了这项说法 同时进一步指出 乌克兰部队在安德里伊夫卡 克里斯基夫卡 奥德拉迪夫卡的三路攻势 都有进展 而且把炮兵阵地 调集到接近T0513高速公路的方向 借以控制俄军使用这条地面交通补给命脉 只要切断这条生命线 俄军的后勤运输 甚至是撤退路线就会覆盖在乌克兰的火力范围下 落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而且乌克兰官方又证实 美国军援的第一艇埃博兰坦克 已经编入到前线部队的战斗序列中 这款坦克加入也大大提振了部队的士气 虽然美乌两国并没有透露这批坦克的数量 但是根据美国军方消息指出 这次乌克兰接收的埃博兰坦克大约是两个牌的编装 未来几个星期还会陆续抵达 总数至少达到31辆 同时根据内幕消息透露 美国军援乌克兰的这批坦克还配备了120公里的平右穿甲弹 集穿装甲的深度会比一般乌星穿甲弹高出10%到15% 据说平右穿甲弹有能力在3000公尺内一炮打穿两辆遏制的T72坦克 曾经接受德国抱持坦克训练的乌克兰战车士官长奥兰克山德更强调 埃博兰坦克在弹舱和战斗士之间还有防爆门 可以降低弹药爆炸时折损车内全体人员的几率 反观T72就没有类似的设计 对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来说肯定是一大利多 不过对于这项消息 俄罗斯则是马上有了回应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以他一贯冰冷的语气表示 虽然埃博兰坦克是一款不可小觑的地面武器 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万灵单 也没有任何武器会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平衡 无论欧美提供乌克兰什么样的军备 俄军总是能不断适应并且找到对付的方法 那就是埃博兰坦克中将和其他国家援助的战车一样 会在乌克兰的前线和其他战场上遭遇致命一击 同时起火燃烧 乌克兰联合部队总司令纳耶夫在基辅一处训练基地视察时 亲自下场试射西方援助的武林重机枪 几乎一口气打掉一个弹侠的子弹 不但如此 纳耶夫还测试了包括榴弹发射器在内的各种单兵武器及排用机枪 大战这些枪械的火力和精准度 为乌克兰前线作战单位带来很大的帮助 扭转的战争初期 乌克兰部队装备不如俄军的劣势 目前在各战线上的行动都在稳定推进中 东部和南部更是捷报谱传 二军航线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 相较于地面装备普遍的计划 乌克兰薄弱的空中打击战力却始终没有得到相应的更新 乌克兰陆航飞官就说 他们在空地联合作战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不但能打击俄军的步兵和装甲部队 更是陆军单位的空中守护神 虽然他们不奢求能得到最先进的武器 但是西方阵营或许可以考虑 提供比现有装备更新的机种 让乌克兰的空地配合更为接近战场需求 这可是乌克兰陆航飞官 第一次在西方记者采访时 直接指明想要武装型的黑鹰直升机 尽管美国政府曾经透过民间公司 提供一批数量不明的黑鹰直升机 交给乌克兰特种部队使用 不过这种特战专用版的黑鹰 并不适用于战场上 如果要和地面部队执行联合作战的话 应该是代号为渗透者的衍生型 它去除了搭载武装人员的功能 取而代之的是 配备上更强大的空地和空空作战系统 包括加装的短翼 用来安装链炮和迷你炮机枪 或是装上19连装的70公里火箭发射槽 还可以依据任务需求配置地狱火对地飞弹 展现空地立体化作战的优势 乌克兰部队想要打败俄军的心情 相信很多人都能体会 不过战争的残酷往往要从实际情况考量 乌克兰自走炮部队就说 在无人机战术普及之后 现在俄罗斯也变得聪明了 除非有必要 否则不会轻易布露在会被无人机侦查到的空旷区域 而且俄军同样学会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 甚至使用航程更远 再带辆更多的柳叶刀无人机 攻击乌克兰的地面部队 指挥官安公主说 官兵们不怕俄军的炮兵 因为他们的训练不足 经常瞄不准也打不到 但是就怕俄军的无人机部队 尤其柳叶刀这一类大型无人机 常常每隔30分钟 就会出现在俄军的阵地上空侦查 他们曾在乌东的战场上 亲眼看到有军单位被柳叶刀锁定歼灭 索性当时他们有卫装网的隐蔽保护 混淆了俄军的判断才躲过一劫 安东表示 尽管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 要比俄军的能力好上几百倍 但是差别在于乌军装备不如俄罗斯 不过他也强调 只要俄军一有疏忽 就躲不过乌克兰的精准射击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